这是我见过最倒霉的背后灵了 和初代的王亚 二代的贝姐不同 人家附身的都是合得来的朋友 而她附身的尤玛 在她面临着生死危机时 除了排击不行以外 就连性格也是异常另类 不光不给她排打 甚至事事与她反着来 尤玛的回合 抽到了哥布林头弹手 果断将其召唤上场 并且根据其效果 可以特殊召唤一只怪兽 这一瞬间尤玛想到了 场上已经集齐了两只四星怪兽 可以进行超量召唤了 将场上的两只怪兽进行叠放 不得不说 霍普这言直加外观 在王牌怪兽中绝对算高的 尤玛被气炸 该在场上结束回合 老师的回合 发动电算机兽的效果 除去一只超量素材 获得热辣辣攻守的控制权 接着让热辣辣攻守 发动攻击 有马慌到不行 认为自己输定了 星光体无奈了 你连怪兽效果都不会发动吗 对了 霍普还有怪兽效果 除外一只超量素材 免疫对方怪兽的一次攻击 而由于对方的永续魔法 是需要直接攻击成功才能发动 所以根据霍普的效果 可以成功规避伤害 老师稳如一匹骏马 难道你认为我没有后手吗 陷阱卡漏洞开关 当墓地终极其了三只漏洞怪兽时 就可以将怪兽变成攻击表示 并且可以特殊召唤出 守备力高达3000的超级漏洞人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发动超级漏洞人的效果 让在场怪兽的攻守互换 有马惊呆了 这下霍普和热辣辣攻守就变成杂鱼了 上马 电算机兽 发动霍普的效果 无效电算机兽的攻击 班长表示糟糕 这下霍普的超量素材耗尽 再也无法挡住对方的进攻了 有马的回合 根据局势决定要在这回合击败老师 好家伙 有马终于想起来 他还有另一只序列卡 召唤刷啦啦骑士 和热辣辣攻守作为叠放素材 发动超级漏洞人的效果 将海恶龙的攻守互换 有马气炸了 刚想责备星光体 但却突然意识到 星光体一直在说反话 难道你是故意的 没办法了 发动魔法卡漏雷 根据对方场上存在的怪兽 一直给予对方1000点伤害 陷阱卡伤害一秒 恢复下降的生命值 好家伙 又是从开局盖到最后的卡 其效果当对方生命值恢复时 将对方场上的一只怪兽破坏 破坏超级漏洞人 这下由于效果消失 怪兽的攻击力会复原 而且电算机兽的攻击力还是零 此刻海恶龙发动攻击 攻击吞没电算机兽 老师下降2000生命值 并且还没完 接受来自希望黄霍普的希望剑马 只在一回合 老师4000的生命值就被有马变成零 有马高兴到要一飞冲天 这还不简单 他自己亲口说的 追求完美的决斗 不会让生命值受到任何伤害 之后星光体出手 拿走了老师的序列卡 收获了第三张序列怪兽 与此同时 姐姐这边也撂倒对手 取得了自的几银木首胜 就此 一场危害城市的危机解除